全家在11月20日與奇本聯名推出玉米濃湯雙麒麟 原價49元,12月19前特價45元 可以搭配牛奶口味做成綜合雙麒麟 今天吃的是單一口味和夯番薯杯杯雙麒麟 首先這個餅皮應該是店員裝錯了 店員給了我左邊這種雙麒麟餅皮 但右邊像煎餅的餅皮應該才是正確的 因為有專用的奇本紙套 而且海報上也是煎餅那種餅皮 吃起來如同其他全家雙麒麟一樣香濃 在濃湯感中香甜的玉米味也很明顯 原本在想可能會是玉米濃湯卷那種口味 但其實是很還原的鹹甜味 要說跟真正玉米濃湯的差別 我覺得口味比較偏香甜奶香那邊 然後它沒有胡椒 再來吃夯番薯杯杯雙麒麟 就是剛剛的雙麒麟擠在夯番薯上面 用紙杯裝起來原價要加25元 目前特價是只要加10元 雙麒麟是算原價49元 所以加10元一份59元 會給一根叉子和湯匙融合的餐具 可以挖雙麒麟也可以插底部的番薯 雙麒麟口味的部分就不重複了 上面都是玉米濃湯雙麒麟 底部是一條接近杯子直徑的番薯對半切 而且是熱的挖起來還在冒煙 所以底部的雙麒麟會融化 個人覺得玉米濃湯和夯番薯蠻搭的 是香甜系列的冰熱組合 不過以我這樣把番薯切一半吃 只能吃到四口搭配番薯的雙麒麟 你吃過全家玉米濃湯雙麒麟了嗎? 歡迎留下心得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感謝各位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